Hello大家好 你平时有在油管上面或者抖音上面刷电影片段的一个习惯吗 那我们在刷电影片段释放压力的同时呢 也有人在通过解说电影在赚钱 比如说这个频道 那它的内容呢主要是一个电影解说 它的视频呢主要是制作一些电影片段 对这个片段进行一个解说 那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经过解说一个电影正在赚取一个美金收益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道呢 它发了1000个视频已经有了390万的一个订阅者 那根据搜索不类的一个显示呢 它已经月入上万美金 那为什么它的收益会这么高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流量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看到只5小时前发布的一个视频 已经达到了3万的播放量 那它的几乎每一个视频呢都是上万的播放量 那高的是几十万的播放量 那它最热门的视频呢 已经达到了2000万的一个观看 它发布的所有内容呢 仅仅是一些电影片段 它们就是靠重新上传电影 再进行自己的一个解说呢 来赚取一个美金 那在本期视频里面呢 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在没有版权的情况下 在YouTube上面上传视频的整个过程 那我也会告诉你如何操作 包括从哪里找电影剪辑 获取电影音频以及如何剪辑电影以避免一个棉板权的问题 而且呢主要的是呢你不需要露面 也不需要用自己的声音 那也可以制作一个这样的电影解说频道 那么感兴趣的伙伴们呢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这些视频呢看似复杂 其实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一些复制链贴就能完成 它的声音呢我们也可以用AI生成语音 并且来加入一个电影剪辑 整个流程下来呢也不到30分钟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找到 我们想要上传的一个电影 那这个电影上哪里找了 这里小悠儿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那我们打开谷歌第一步 先搜索一个Bass up Vice Module 点击搜索 那这里第一个链接就是它 那这个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网站 那我们到这个里面来来找一些电影 这个是一个美国的网站 它是专门跟踪电影票房的一个收入 上面列出了当前流行的一些电影列表 这里呢你可以看到第一个选项呢 它是国内的 这是国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电影 这个是国外的 这里面非常多的电影 我们能找到电影就不愁 那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电影 那可以看到 你想要什么电影都能从这里面能找到 接下来呢我们就点这个indices 那这里呢展示的呢都是票房最高的一些电影列表 你可以一直往下拉 这里面你想上传什么电影呢 你就能从这里来得到一个电影名字 那并且知道它的最近的一个火爆程度 从它的票房看出来 那我们这里找到电影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第二步了 就是一个找到电影的一个内容简介 比如说这里呢我就用这个博恩的最后通牒 我们这里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博恩最后通牒 加一个剧情 接下来我们打开谷歌 在这里是个搜索博恩最后通牒的一个剧情 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内容简介 我们点击这个搜索 接下来呢你会看到很多的页面 它会给你推荐很多的一些链接 你可以从任意一个链接点进去 都能看到它的一个电影简介 它会讲述一些这个电影讲述的什么内容 但是呢我建议你们呢 可以用亚马逊的电接 直接点击进来 为什么选择亚马逊 这上面能看到这里一个亚马逊 亚马逊呢它是一个官方频道 这里的内容呢它也比较权威 英文不好的朋友呢 也可以在电脑上面安装一个中英文翻译 可以看到博恩最后通牒 那它的一些主要演员这些 包括它的一个票价 这里面都有显示 你可以一直往下拉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剧 一个剧情悬疑 动作冒险 它的语言有哪些 它这个电影的一个时长是多久 这些都能看到 那你这里再接着往下拉 这里呢它就有对这个电影的一个剧情描述 比如说它这里有写博恩的一个身份回归 追捕盗窃 这里呢也是有对这个视频的一个解说 一个剧情介绍 这里呢我们就用它的这个内容进行一个解说 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复制连贴下来 接下来呢你可以用任意一个文件夹或者说一个谷歌文档呢 给它进行一个保存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内容呢给它粘贴到这里来 当然这个内容我们不能直接用啊 那它这里呢这个英语它显示太长了 一个整长的片段 我们这儿可以把它稍微的剪切 把它分个段落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起来没有那么眼睛没有这么累啊 把它分好段落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去保存一下吧 OK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多了啊 那这里呢我们找到的内容啊 我们直接从这上面找到的一个 我们在这里找到的一个剧情内容 我们可以直接拿来就用吗 lowlowlow当然不可以啊 这个呢是有版权存在一个版权问题的 我们不能直接用 那我们怎样才能用呢 我们需要把它进行一个改写 那接下来呢改写的工具有很多 大家可以用你平时常用的啊 比如说我这儿用的是一个恰的GPT啊 我觉得恰的GPT改写完全是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呢 把我们刚才的一个内容来进行一个改写啊 让它呢去充啊 让它呢跟原版的内容有区别啊 这样呢就不会存在一个版权问题 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开始啊 或者说你也可以整段发给它 那这里呢我就说 帮我改写一下 这里呢我就给它这样一个提示 帮我改写以下内容 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说出来 但最后的意思不变啊 就这样 我们把这一段发给它 那这种改写啊 对于GPT来说呢 非常简单的啊 你用3.5版本 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 还是有些担忧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再改写一下 那我让它再改写一下 不要相似 你可以在这里多进行几遍改写 那么这个就相信啊 跟原版它是完全有了出入了 OK我们让它把它翻译成中文 这儿我们再看一下原版的内容哈 我也同样让它翻译一下啊 这个也是为了保险起见 那可以看到它的内容确实不一样了 可以自己进行一个对比 那接下来你可以把改写好的内容呢 再次粘贴一下 那这里你可以重新开启一个新的文档 这里创建一个空白文档 那么这个文档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关闭了 那接下来呢 要进行到我们的第三步了 我们有了一个文本之后 这个文本呢 它是要把它转成语音啊 我们现在呢 需要把文本转语音啊 需要找一个解说员 那这里呢 我还是推荐这个ElevenLabs 它也是可以免费试用的 这里一个链接呢 我也会放在描述栏 大家可以自行尝试 那这个ElevenLabs 它可以由文本转语音 也可以由语音转语音 那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它有非常多的语音 可以让我们选择 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语音库啊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来解说这个视频都是可以的 这里呢 你还可以试听一下它的这个声音 那么这个上面呢 你还能看到 它有很多一个分类啊 比如说你是专门叙事的 故事还有对话的 还有关于一个角色动画啊 这些还有讲娱乐的 我们就选这个叙事的 可以听一下 那这里呢 比如说我要用这个声音 那这里我们可以把它 添加到一个实验室里面 OK啊 已经添加到语音实验室了 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这边啊 我们点击这第一个按钮 接下来要把语音 连贴到这个里面啊 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文本 把它粘贴一下 复制连贴 把它全部粘贴到里面 那这里它是有一个字数限制的啊 一次性不能超过2500个字啊 这可以看到 我现在有1300多个字 那如果超了的话 你可以把它分成段落 那几次来把它生成也可以的啊 新手朋友呢 也可以免费试用的 我们点击这个生成 那么可以看到它下面 生成的同时呢 它有这个我们播放 那这里呢 完全下载好之后呢 这后面就能跳出来一个下载按钮啊 现在可以看到它还没有下载完成 我们稍微等一下 那趁着这个等待的时间呢 喜欢小鱼呢 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呢 记得订阅一下小鱼的频道 并且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方便下次你想要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快速找到这个视频 OK这里已经生成完成了 它已经 这个下载按钮已经跳出来了 我们点这个下载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声音啊 把这个音频保存一下 你可以把你的音频统一保存在一个文档里面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第四步了 就是要找到一个视频的一个电影剪辑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打开油管 在这个上面搜索 在这里搜索一个最后通牒的一个剪辑 博恩最后通牒剪辑 这我们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直接打开 打开YouTube 在这顶上这里搜索一个 博恩最后通牒的一个剪辑 点一个搜索 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它会跳出来好多 跟这个电影相关的一些视频啊 这里非常的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需要找到一个片段 这我也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尽量不要去找那些大频道的 避免一个版权 我们可以找一些小频道的 非常的多啊 而且这些播放都非常的高 那比如说这个 我们直接点击进去 那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面呢 这里有一个分享 我们点一下 这里有一个链接 我们直接复制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动作呢 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 这里直接复制也可以 或者说你用这个视频上方的这个链接也是可以的 把它进行复制一下 打开一个视频下载工具 这个视频下载工具其实非常的多啊 你随便去谷歌里面搜索呢 就有很多视频下载工具啊 我这里也用的是一个现找的一个视频下载工具啊 如果大家有需要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这个链接粘到这里 可以看到它正在搜索这个视频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视频跳出来之后呢 我们点这个按钮 点击一个download 那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呢 它已经下载完了 我们还是要同时给它保存在一个文档里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进行到我们的最后一步了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啊 怎么样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原创度啊 接下来打开我们的简印 我们点击简印 点开始创作 这里呢点一个导入视频 把我们刚才的视频给它导入进来 这样我们把这个视频给它拖下来 那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视频 它没有一个版权的话 我们首先要把它的一个音频去掉啊 它的声音 那这些我们都是不能用的 选中这个视频 点击一个右键 那这里有个分离音频 我们点一下 那可以看到这个音频已经全部分离出来了 我们直接点删除 选中之后点这里一个删除 那这里我们听一下 它只有一个屏幕了 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声音了 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出现什么logo之类的啊 有没有什么一些文本在这个上面 有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剪切掉啊 这个要大家就花点时间了 把这个视频先看一遍 那这里面好像它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了 只有一个画面了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去从啊 让这个视频呢 它成为自己的一个原创 选中这个视频啊 它这里面 你可以选中其中的一个画面 那这里呢 有一个景象啊 可以看到 我们点一下 那么可以切换一下它的位置 那原本它是在这边呢 这个时候呢 就让它在另外一边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让它换一个方向 你可以在不同的画面 去添加一个景象 这个有点类似一个混简 添加了很多的一个景象 那接下来呢 把我们刚才的一个音频呢 给它加入进来 当然这里的一个视频的话 大家也可以自行去找一些电影 来自己进行一个裁剪啊 把它你需要的部分裁剪出来 也是可以的 进行一个解说 那样的效果更好 把我们的音频点击加入进来 那把我们的音频已经加入进来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再加入一点音乐啊 这里可以选一点 自己的一个音乐 加入自己 最好是不要去选择 简印里面的 最好是自己用AI生成的音乐 OK 这个音乐的声音的话 我们可以听一下 它可能会有点 没有调整 会有点大声 有点大了 音乐声音调小一点 OK In the third and final chapter of the Bourne Trilogy the protagonist a killer with no memory resolves his quest to understand his true identity and the origins of his lethal abilities Matt Damon reprises his role as Jason Bourne a rogue CIA agent whose confrontations with the agency define his present self this character previously avenged his girlfriend's death in the Bourne Supremacy driven by a desire for retribution Bourne targets the head of a rogue CIA operation spanning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his journey involves collaboration with a woman from his past portrayed by Julia Stiles as they skillfully evade a slew of assassins is marked by Greengrass's intense and immersive filmmaking style merging kinetic action sequences with a narrative that intensely explores its characters under pressure with a remarkable ensemble cast including Joan Allen Albert Finney David Strathairn Scott Glenn and Patty Considde the film navigates through cities like Turin Madrid 那这样一个原创的电影解说 视频就已经制作好了 接下来你可以直接把它导出 把它发到你的一个油管频道 就OK了 你也可以发到其他的频道 希望小鱼今天的这期视频 对我们想做视频的朋友们 有一些灵感 也可以通过一个视频解说 来进行一个变现 让朋友们也有多一个副页选择 喜欢小鱼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也对AI感兴趣的话 你还可以看小鱼的其他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